就在今天早上 因为高雄下起了雷雨 大雨不断之下 也传出了灾情 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大约在上午九点 古山美术馆的豪宅区附近 翠华路一带 淹成了一整片的黄河 积水深度 大约有汽车的轮胎高 还有左营区的陶子原路 海军陆战队前 也传出了淹水灾情 附近的新建大楼 因为排水系统一时 无法负荷这么大的降雨量 大量的泥水就这样灌进地下室 不只车道变成了瀑布 住户的爱车也都岌岌可危 虽然大楼紧急安装了防水闸门 但是住户们还是一个个冲上前 用肉身来挡水 希望挡水的设施不要被冲毁了 而警方获报后 也到场拉设了封锁线 要阻止其他车辆再开进去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